书间上级,万磁王家族集结了30个成员 接下来他们要寻找第31个磁王 看来不少粉丝都在追磁王归位之旅 都期待108个磁王能集合 这里有一个粉丝每期都点赞投币 投了有1000币 希望能把熊果也拉入火 根据情报部门的打探得知 熊果正在或熊果僵尸在虚迷轻轻握握 他们俩其实还有一个小故事 据说当时小鬼僵尸还不是现在的模样 当时的他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鬼头 后来或熊果对战 打着打着就产生了情愫 这或许就是爱情该有的模样 随后小鬼头为了和熊果能在一起 就吃下了熊果家族祖传的药丸 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熊果僵尸的样貌 之后他们就在这里隐居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如果要完成粉丝心愿 让熊果加入万磁王 就必须做好小鬼头的天爱功课 据说小鬼头很喜欢奥特曼 如果能抓一只奥特曼植物当他的宠物 应该可以顺利让他们入伙 随后卷心菜雌王带着刚抓获的奥特曼 准备去和他们交涉 呀呀呀 你们真是天生一对的鸳鸯 就好比山河辽阔 人间烟火 无疑是你 无疑不是你 你们的恩爱之情感天动地 听说您的爱人喜欢奥特曼 我这里特意抓了一只 希望能给您当作宠物 谢谢卷心菜雌王的礼物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如此大费周章找我们 还献殷勤送礼物 是不是想让我加入你们万磁王家族 果然是雄中之王 果中之霸 一下子就猜到了我的心思 您只需要变身成万磁王形态 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而且雄果形态也可以来回切换 那好吧 多一个形态也挺好 再次感谢组织送来的奥特曼 没想到用一个奥特曼就解决了一个磁王 还真的是非常顺利 那么第32个磁王会是谁呢 大家可以评论区留言哦 一定记得点赞投币支持鼓励一下 拜拜下集再见 点赞关注评论 点赞关注评论